那现在我们说一下第二个话题 捐救书 那同学们看到这上有两个图片 很多救书 另外一个同学说真棒 捐救书 老师可能会问你 你有没有参与过捐救书的活动 你觉得这个活动怎么样 那你可以说 我参与过这个捐救书的活动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 很有意义 救书在家里多了 占着很多空间 却不需要了 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们捐出去 捐给慈善机构 让那些想要看这些书的人 拥有这些书 这样既可以让自己家 腾出空间 又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 好 那现在我们详细的 再说一下捐赠救书活动 它的好处 总的来说的好处 第一可以帮助一些其他家庭的学生 减少家庭花费 减轻负担 第二帮助高年级学生处理不用的旧课本 你都学完了 不用了 那就可以捐给低年级的同学去用 这样低年级的同学也就不用买了 第三可以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 减少浪费纸张 买的书少了 自然也就会减少浪费纸张的 有一些课本还是可以循环使用的